中后卫 每场比赛都不一样吧 可能今天的这个两个对球吧 然后一个是点球 一个是定位球 可能我们这个在防守的时候 这个注意力不够集中 首先我们踢这场比赛的话 已经知道这个小组提前出现了吧 没有什么压力 然后呢 这个韩国队也有一定的实力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吧 就是比赛能打到什么样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输了吧 这个比赛嘛 有输有赢 然后比赛打起来 就知道自己的这个差距在哪 包括对场上这个节奏的适应 可能对年轻队员 有更大的帮助 然后对他们将来的成长 包括这个国际比赛的 这个会越打越好吧 啊 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